我去到古龍 我來又跳舞了 鐵達你好 對 我跟你講 今天的製作單位特別用心 安排了一艘豪華的郵輪 讓我們遊高雄港 對啊 好大的船 遊客現在來一定要來搭的 我們今天一定要來搭的 然後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你知道從騎駿要到古山 在沒有渡輪的時代 你要用山板 牌子 竹筏要過去 壞事太多了 所以他們在過去的時候 要敲鑼打鼓 然後燒名字 驅邪避兇這樣子 感覺是民情時期 後來在日日時期 引進了所謂的機動環 引擎 內燃機 發動的船 到現在才會有我們現在的渡輪 渡輪分兩層 下面那一層是給機車族 單車族做的 上面那一層就遊客 你們那邊有冷氣 我看很多每次我們新聞都會報 假日的時候這邊都好多人 遊客一定要來 人滿為患 對啊 可是現在大家知道說高雄港很大 而且現在也是台灣 真的叫做第一大方 可是到底怎麼興起呢 這個歷史很久了對不對 高雄港其實它原本只是一個小漁村 打狗嗎 以前叫打狗 打狗 原本是一個小漁村 那在1858年的時候 簽訂了中英法電競條約 那高雄港正式開港通常 那當時台灣開了四個南口 西隆部委安平打狗 那最南部的就是打狗港 那在1864年的5月的話 新政府在這邊設立了海關 所以高雄港漸漸的興行 那當然高雄港最大規模 到後來呢 是日治時期 因為日本那時候的南進政策 把高雄港當成一個南進的跳板 似乎還有在這邊填海道路對不對 對… 大英帝國高雄領事館 對 那講到高雄領事館 你有沒有聽過一個人叫史溫華 沒有啊 史溫華是那時候非常年輕的一個 英國駐台女士 對 那時候他來台灣的時候只有25歲 他本身是一個生物學家 怎麼會找他來 不知道 但是他來台灣的時候 他發現了很多新的物種 包括剛才講的台灣蜜蜂 台灣蜜蜂啊 黑面皮鹿 這很有名耶 一千多種物種都被他發現 我們台灣特別大 對 他說這個史溫華發現了這麼多 這麼多的物種 他有沒有認真在上班呢 這個問題咧 我們等一下帶你去高雄搭鍋理事館看看 好啊 好啦 很漂亮 很漂亮 我還沒拍完 難道有超漂亮的耶 哇 這個地方很厲害 你剛剛跟我說到史溫華 好 什麼辦公的地方 這麼像網美的聖地啊 而且好像度假村喔 這邊跟妳講喔 他其實咧 他很多人都說 以前都說 這邊是所謂大英達國領事館 對啊 其實不是的 不是啊 這邊是領事館的官邸 是領事官邸 官邸 對… 這是他住的地方 對 而且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 這個茴啊 這個長廊 為什麼要蓋這個長廊 為什麼要蓋這個長廊 因為你知道喔 台灣嘛 天氣熱 雨水又多 對 尤其南台灣 尤其南台灣 所以他把它這個長廊蓋起來 它可以擋風 可以遮雨 也可以擋陽光 很熱 所以裡面就比較不會那麼熱 對 英國人比較很適應 但是你要知道 以前是用木頭做的 台灣什麼東西多 颱風超多的 對 所以颱風一來 木頭被刮花了 被刮壞了 吹走了 房子漏水 所以後來英國人受不了了 他們直接從廈門 運來了紅磚跟花岡岩 蓋成現在這個樣子 而且這個真的是還滿有這種 因為它真的是 英國人設計嘛 所有的尺碼 都是什麼英寸啊 英尺啊 旁邊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你看這個 老師你剛剛教我的這個 說如果要判斷清末的陽樓 一定會有這個東西 那是什麼 這個叫做竹節市落水館 那如果你去那個大稻城 大稻城有很多這種東西 那就是當時我們說 英式陽樓的特色 然後在轉角那邊呢 雙年是個柱子 那是他們的力學 然後支撐整個房子的力量 真的是很酷 真的是好有情調喔 不過呢 這個既然說是第一個官方出資 大英帝國出資了 肯定是有點不一樣的 你知道這邊喔 它有一個特殊的 它這邊有地牢 有一個牢法 這個經理念啊 對 他說為什麼這邊 可以有地牢 在清零後期那時候呢 我們說英國人取得了 所謂領事裁判權 什麼叫領事裁判權呢 就是外國人在中國犯罪 由外國的法律來論處 外國人要求 外國人在中國犯罪 用外國的法律來處理 那其實它原名應該叫 治外法權 可是沒有中國人知道 外國的法律嘛 因為當時中國號稱 自己是天朝嘛 OK 那怎麼辦呢 那誰懂 各國駐中國的領事懂 所以就將這個權利 這個審判權交給各國駐中國的領事 所以叫領事裁判權 不過據說啦 這個雖然有地牢耶 聽說沒有關過人 不過其實在這個地方應該 英國人也會覺得很開心嘛 心情好不會想做亂啊 你看左邊就可以看到 環抱整個高雄的港口 是 那右邊的話 還可以轉個身 看看我們的漂亮西紫細罩了 很漂亮的西紫灣就在這邊耶 不過呢在這個地方 現在還可以體驗一下 英式的下午茶還重現了 下午茶真的是很煩耶 我跟你講喔 我們已經連續好幾集都喝下午茶了 我們這次不要吃英式的下午茶 我當然去吃台式的下午茶 黑輪片在烤架上翻轉 溫柔的炭火 逼出魚漿的鮮甜香味 高雄在地人的下午茶 不是咖啡蛋糕 而是來一串烤黑輪 我們家的烤煉更加不一樣 是因為烤的 外面的烤煉烤的 都幾乎是烘的那種有沒有 它是混比較多 這個是義漿比較 就真材實料 很多的魚漿在半點紅蘿蔔沫 吃得南台灣才吃得到的黑輪片 色澤硬是比北部的甜不辣生 至於為什麼高雄人就愛這一味 時間得推回日治時期 當時的高雄港是重要軍事用地 聚集許多日本人 就這樣順勢將關東主帶入高雄 當時來台灣在尋找的日本人 他們的主題大部分都在鹿兒島 鹿兒島 鹿兒島的音沒有低的音 所以在黑輪變成黑輪 黑輪內化成台灣為了 就變成黑輪 是這樣 不過高雄黑輪是日本人說的 關東主 而北台灣說的甜不辣 則是日治時期 從吉隆港傳進來的天婦羅 是從日本時代 日治時代已經流傳了 因為他們日本人就喜歡吃著 新鮮的魚貨 給它打成薑 打成泥 同樣都是魚漿製品 做法卻不同 一個水煮 一個油炸 只是在台灣近百年 兩種東西常被混為彈 連做法 形狀也各自發展 一般大部分都是用冷凍魚 用冷凍魚 所以說它吃起來 冷凍魚要一點粗 還有丁 這魚肉要吃那個輪 因為是吃起來一點點Q 還有香 因為客人來的 要吃原味 重點是它新鮮 要吃原味的香氣 一早老闆從東港 劈回新鮮旗魚 不僅冷凍 直接打漿成泥 新鮮的旗魚漿裹上四分之一的白煮蛋 經過低溫油炸 鎖住其餘的鮮甜 再灑上胡椒鹽提味 這是屬於高雄在日的滋味 至於港都之美 在港都之美 則有經典代表歌曲的詮釋 輕快地取掉漁人的嗓音 陳明章用繼續愛高雄 以港都風雨 吟唱著高雄的美麗風情 港冰的火 贏鄉 風俗的路上 這很清楚就是說 我們火不是要給你握摩 不是說火 南到的 風和風 以外就像過期的熱術 結合作為 溫流的風 它吹到溫暖的南國 吹過的聲時 吹在頂攻聲勢的走龍 港都的海風在城市裡流動 帶領聽眾聽見在地之美 也牽動著對這片土地的深厚情感 以最主要的路名為副歌 為高雄獻上誠摯的祝福 聽眾有爐坐上歌搖列車 穿梭大街小巷 體驗在地文化和音樂的美妙旅程 高雄啊高雄 你是好所在 你是好所在 生歡的過年 感情隨愛 小姐小姐小姐 小姐小姐小姐啦小姐啦 不要想不開了 你這樣子嚇我一跳 我剛剛才嚇到了 沒有 我們剛剛現在要來體驗的是 情人雅座破壞了我浪漫的氛圍啊 對啊這你以前都知道啦 我以前一個蘿蔔是兩個坑 現在這是蘿蔔變大 只能一個坑 做得進去嗎 我們不要做一些不好的嘗試 各位留下心裡的陰影 人家說西子灣啊 這個一個一個的就叫做情人雅座啦 背後是壽山 然後面對台灣海峽 然後還有礁石跟海浪 喔台灣你以後有可能會衝出來 跟你一起去討 跟你去討 跟你去討 清朝啊這邊呢 以前叫做洋路灣 或者洋子灣 那在後來有個文學家寫了 叫邪哨喬 那後來我們說邪灣嘛 那邪灣呢 用台語討論 變西子灣 西子灣 所以後來呢 我們這邊就叫西子灣 那再加上這邊有西洋西照 像西湖美景一樣 西子錯吧 西湖美西子 因為這邊你要是到邦晚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夕陽這樣緩緩沉落 真的是很漂亮 可是你以前說什麼 有要來看夕陽 看日出啊 公元2000年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一群棒槌 唱完歌之後說要來看千禧年 第一道曙光 然後我們就全是在到西子灣 對 然後等到8點都奇怪天都亮了 怎麼沒有看到日出 這個殘痛的經驗告訴大家 來到西子灣只能看夕陽啦 對 來到了高雄 我們就看到繁華的高雄一堂 跟美麗的西子灣 對 你看貝山麵海 寶風水 讚喔 還有中山大學 OK 那也看到了高雄從農村 漁村 然後跟世界接軌 邁入國際化的一個進程 對 OK 所以旅途台灣 我們下週見 拜拜 靠近 風水 李 張